各位评委 各位观众 莫拉尔斯未来之星厨艺大赛 第二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第二场比赛选手们将在 腊位上来进行比拼 本场比赛的题目叫做 激发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工作人员正在将 八颗腊交分给每一位选手 每人一颗 而且仅有一颗 那有些观众可能就有疑虑了 不是腊位比拼吗 怎么够呢 实际上这是一种叫做 卡罗莱娜的死神辣椒 我们日常食用的辣椒 辣度一般在三万到八万之间 而它的辣度是在 一百五十七到两百二十万 因为辣得不适宜食用 相信你们都没有准备过 那如果这颗辣椒 一旦被吃下去的话 五上六股都会感到烧灼 但是你们要用它来做菜 不要忘了我们的主题叫做 激发 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们 接下来难题交给你们 好 比赛正式开始 待会儿说 一会儿 异性 不如再干炒辣椒 想明白了 它原来是用盐 加上这个辣椒的辣味 用作调料 这招糕米 好 我们去看下一位行手 不知道维克会有什么方法 来调整辣度 他还没有开始处理辣椒 悬念留在最后解决 既然如此有悬念的话 要不如我们去看 下一位行手 按姜天翻之前教我的 卡罗来纳紫神辣椒 不算水一秒半 应该差不多 这个辣椒水的味道 不然让我想起了姜天翻 就这么办 好嘞这个徒弟啊 真不太符合大家的期望 我倒觉得这个丫头不错 比我徒弟看上那个要强多了 怎么 又刁又横 我徒弟要是这样啊 我一天得打他三百遍 这一步可是臭起药 但是落子无悔 吃了 就是送给你吃的 尝尝 吃巧克力 这孩子啊 厉害 这个林可颂一直让我看不懂啊 你看 他一直在煮的这一颗 卡罗来纳紫神辣椒 可是一点辣椒水 都没有往太平里面去放过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真的很想提醒他 我们这可是辣味比赛 不能没有辣 好吧 这已经提醒过了 看就办了 你这是在做冰淇淋吗 Vikor 我们的主题可是辣哦 你想要试试吗 我可以吗 我谢谢你啊 谢谢你 Vikor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但是这个清凉里面透露着沙气 这样吧 我们还是一起来等待 这位少年给我们做我们的呈现 我们的车压力 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半 十一点半了 我先上压压厕所啊 行行行 你快去 嗯 我先下来 用到这条海子 费用了 小火 听说 我们来 要 我们听到 这条海子 我们都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等你了 辣个干酱 我猜到了 王哥玛丽 觉得你什么都比我强 唯独的就是辣鹅干酱 他连自己做的都不爱吃 就爱吃我的 是啊 就是因为你做得太好了 我记得当天梦蒂开心到 放不两个一小时的假 当天喝着觉得法康 结果我们三个还喝多了到第二天了 这就越让辣了 我们今天可不能喝醉 对 当然 因为这比赛结束之后 我还会找你麻烦 去梦蒂 去梦蒂 我再梦蒂 我再梦蒂 不好意思 下次再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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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上菜了 快点啊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 请选手抓紧时间准备 快点 别别别别别 别再抖着我都紧张了 好 三 二 一 停 比赛时间到 好 好 倩各位评委正在品鉴选手们的作品 让我来随机采访一下选手们 从林可颂开始好了 林可颂小姐 我相信啊 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 刚发现你一直用水去煮的那一颗辣椒 但是并没有将辣椒水添入到菜肯当中 请问是失误了呢 还是说故意这么做的 我一开始是失误 可是后来不是失误 怎么讲 本人想做辣味海鲜饭来着 我的导师姜千帆教过我 用沸水煮辣椒的方法 可是后来那个锅太烫了 我不小心就把那个辣椒掉下去了 如果再把它捞出来的时候 那个水已经辣得没办法用了 我可以把那个水倒掉 再重新煮一锅 可是那样辣椒的风味就全都没有了 后来我就想着 没说我可以用辣椒的气味去激发菜品 这个菜品的味道究竟怎么样我不知道啊 但这个方法真的很绝 那这个灵感究竟是怎么被激发出来的 就想着想着就被激发出来了呀 好吧 那你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呢 成绩并不理想 那这一次的比赛就从你先评分 但是呢 以你的风采我相信啊 这一次应该能取得崭新的成绩 谢谢 你的徒弟还挺灵的 是啊 你哪样 好 下面我来宣布本场比赛的结果 遗憾的是 本场比赛只有四位选手成功地 将世界上那颗最恐怖的辣椒给解决了 那这场比赛的第一名就是 他把微量的辣味控制得最好 他用苹果酒提取辣味 用苹果干 喂 哥 你等一下 我马上过来 准确地完成了本场比赛的主题 激发 他就是林小雨 恭喜 第二名 维克 他走了 看来他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喂 林可苏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还想问你呢 你怎么那么有心机啊 什么意思啊 你离我那么近 你锅里的辣味水蒸气 全都飘到我的额肝上了 本身辣度我可以降得更低 都怪你 你为什么要害我 我都得了第一名了嘛 别说这些奇怪的话 你还真跟你爸一样 本身你爸就不如我爸 还一辈子不给我爸好脸色看 我赢了比赛你都要害我 我真的是有欺负不有欺慕 不是你很久了 我比赛是为了我自己 不是因为你 林可苏 干吗呀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打你 打你 打我 什么情况 别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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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别打 我好想打你了 我好想打你 林可苏 林可苏 快打 你干什么 小李 别打 干吗呢 冷静点啊 你没事吧 行吧 来 我们作为这场比赛的第一名 来 布布庄 然后就参与媒体的采访 有什么料不去哪 别 别 来 你笑什么 你给我这个四叶桃真的笑我用了 我比赛也比赢了 打小雨也打赢了 行 那你以后一直带着我 还挺懂小女生的心思的 不告诉你啊 你好像根本没有赢林小雨 她的比例根本比你大很多 你知道为什么 不就比我多点几年过吗 对 还有啊 刚刚你在台上没挂她的问题 你就告诉我 怎么想到的 七位 你猜啊 我猜 行 可以啊 那 十八三敢不敢 好呀 那我再给你一个提示 跟你有关 跟我有关 换完了 你刚刚说跟我有关 对 十七个 这 这是一个问题吗 十六个 嗯 来上海学的 对啊 玉璇学的 对 江先生 林小姐 托马斯主席 邀请二位到赛场 知道了 好 李拉斯 走 来了 那好 那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段的回放画面 一开始呢 这两位选手情绪都相当地稳定 但是不知道后面怎么回事 他们突然就失控了 相互拉扯头发 我真的搞不懂啊 他们究竟是来参加烹饪比赛的呢 还是来参加散打比赛的 那 这个时候布鲁也进来了 他试图要将这两位选手分开 我实在是分不出来 这场比赛的高低胜负 我觉得 以点数来说小鱼赢了 但以气势来说 宁可送碳油 好了 我看 就当做平手吧 这两位选手呢 每一个人寄一次警告 当做处分 啊 可是 是他先动手的呀 还不是因为你说 什么原因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动手的事实 还有啊 你们两位导师呢 也真的是做了最好的示范 如果你们要再继续动手的话 那对不起了 我只有取消你们的导师资格 林可松 林小宇 我们大赛有规定 只要选手被计两次警告以上 那就是立即开除 退出比赛 更可能了 走 这车轮啊 应该是被香车 或者是啊 比香车还要重的车 反复碾压造成 经过重大生活 车主身上一尘不染 想必是轻功了得 佩可 佩可 干吗呢 新来的车架组 柴包整理了 嗯 把车摔成这样 你脚不疼啊 你不知道每样物品 都是有生命的吗 你管不着 多少钱 绣好的 车圈 八股 补条服条帽 内胎外胎 八百 修理费 四万九千二 一共五万 喂 我买的时候才两千 扫一扫那边的二维码 再在三百人的大群里 宣传一下 可以修八整 看你这个人模人样 原来是个黑店 也不看看谁帮你修车 我们K姐 业内有名的 火好 话少 可爱多 她能帮你修这破车感恩吧 谁说要帮她修了 小孩子才拿车发泄 我不结未成年的单 拿走 女人到了更年期 才会脾气暴躁不稳定 车放哪儿爱羞不羞 维克特 维克特 你这要去哪儿啊 我要回应过 这是个愚蠢的比赛 愚蠢 只有一次的第二 你就受不了了 你管他叫第二名 我管他叫失败 所以你就要回伦敦去 去做一辈子的失败 我这是抗议 让我和这些人 在一个赛场上 本身就是抬举他们了 既然还有人的分数 靠在我前面 说明这个比赛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笑话 我不比了 只有弱者才抗议 维克特 现在活跃在 顶级厨艺舞台上的所有人 包括我 都出自这个比赛 我为了让你杜层金 才答应做这个导师 现在你要把我们 所有人的希望 都扔掉吗 比赛不光比厨艺 还要比一之力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平时啊 我太宠溺了 不过妈妈相信 你一定会挺过来的 你知道你自己 为什么会输吗 你就输在上肢力量太少 核心力量不足 所以你都会注意我的动作 先站直 核心发力 手举起来 注意手臂感受 一 二 这胳膊上的肌肉 也太好看了吧 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说的就是你吧 她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外表很迷人啊 这伊丽丝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带这么个男朋友在身边 又有安全感 又有面子 小朋友 小朋友 是你说要健身的 能不能专心一点 嗯 嗯什么 你看我那什么眼神 我不是肋排 不是鸡腿 专心 谁说我不是干人呢 站过去 好安 好安 来 站直 核心出力 照我个动作做一遍 一 举 慢放 二 举 慢放 核心出力 不要发出怪声音 你想不想以后轻轻松打架就能赢啊 他什么价也和我结束 好 真没用 除了我换作是伊丽丝的话 他可以聚集两倍的重量 再买了啊 很好的啊 小一点啊 都不让别摔了 好嘞 老板好 老板好 辛苦辛苦啊 没事儿 你们俩快点快点啊 行了行了 爸 来 赶紧的上大赛逛网看看 消息更新了没有 您不是不让到你们俩看看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 那多交以前的事了 赶紧的 这 这 这 现在他们俩是我的骄傲 我只要十分钟不上网看消息啊 我就难受 我给你 走走走走 醒点 醒来 媛媛 是我做的菜吗 是 你机会不多了 那情况呢 我不问了 换片 你这还没弄好呢 您去啊 是不是有在耍赖呀 喂 我现在过去啊 叔叔让我过去一下 是不是有打架了是 应该是吧 行 我陪你 我刚觉得你们俩不错啊 见人就说 我们林家俩姑娘啊 特别特别的棒 这回你们倒好了 大庭广众之下 居然动起手来了 还拿了处分 还下了官网通报 我说你们了不起啊 丢不丢人哪 叔 到底为什么吵架 不 打架 爸 你别生气了 就一次警告没什么的 下次不这样了 你给我闭嘴 还再有下一次 再有下一次我打顺着腿 到底先先动手的 小语 一定是你对不对 是我 可聪 这 你先动的手 你太让我意外了 这 这有什么话 不能好好跟妹妹说 一定要动手呢 对不起啊 我 临先生 事事事什么就说什么 有在别怕 爸 你也看见了吧 我姐有江先生撑腰 多厉害啊 江先生啊 这个啊 这是我们家里头的事情 我在训孩子呢 你能不能不要掺和进来 你先生抱歉 我就是不想看到 林可颂受委屈 呢 可颂啊 你受委屈了吗 没有 赶紧走吧 小语 咱俩别闹啊 这才是一个姐姐该做的样子吧 好吧 我也想说和好 那和好吧 和好才怪 爸 爸 我们都和好了 你别生气了 您就别生气了 这是对了 站回去 我不怕你们俩有矛盾 有什么事情 大家开诚不公地说出来 这一家人没那么多花肠子 就像我和可颂她爸一样 互相照顾 好好生活 那才是硬道理知道吗 你们俩给我记住了 以后半半嘴可以 要是再动手的话 我就在你们那个大赛的官网上 爆料 把你们小时候尿床照片爆出来 听到没有啊 喂 大哥 嫂子 你们还在吗 这你们都听见了吧 我这么处理还行吗 公平公正公开 你们还满意吗 公正公正满意 那个就是小时候尿床的照片 你就别爆了啊 这这闺女大了得嫁人呢 这爆什么爆我都没有 我就吓唬他们的 那行没什么事我就挂了啊 我 我先去忙 好好好 好 好 我觉得这个江先生挺护着咱们家可颂的 这个我就放心了 白者说这么一句话就叫护着 插得远着呢 你刚刚为什么不把事实说不出来 如果要有人这样说我父母 我不会放过他 我说事实了 就是我打的他呀 不过呢 为什么就不至于跟我叔叔说 是 我叔叔知道的感情特别尴尬 到时候他再去找我爸 我爸呢再跟他吵了一架 这个事就完不了了 这个事呢 就留在我跟小雨之间就行了 反正我们两个村友打得了 不习惯 而且俺也没那么疼 我从小跟蒙哥玛丽学厨 也没有其他亲戚 所以我不明白这些顾虑 但你年纪这么小 还能想那么多 挺难得的 谢谢你啊 江先生 这种夸我的方式 我非常感动 谢黄小红包 谢谢 请慢用啊 宁耀松 说你正事 你的总分现在排第六 维克特 布鲁 连小雨发挥都比你好 分数也比你高 其他的选手跟你差不多 一场好一场坏的 所以接下来的酸味 你得好好发挥跟准备啊 从哪开始了 从你口中的小红包开始 你刚吃的那个 是蘸了醋的吧 你再试一个没蘸醋的试试看 怎么样 有没有区别 这粉小笼包不腥啊 他的馅料和汤里边都加了红酒 好 早知道能这么屈性 我当时就 早知道什么 我是为你占错跟不占错的区别 什么新不新的 你在说什么 没有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不说别吃了 不说别吃了 说不说 就是上一次 伊丽丝来家里的时候 跟我说你那样 小龙虾和牛 里边有腥味 但是又不能和你说 就让我想个办法教教她 好 然后我当时又不知道 有这种取行的方法 我就把那个牛绿柴 肩膀小龙虾 换成了那个普尔 烟熏了嘛 那我那天发你擦鱼圈地板 你不是特别无辜 他也行吧 你恨不恨我 一点点吧 那好 你要怎么补偿你啊 你能怎么补偿我 反正你是老师 我又不能让你也 把鱼圈在地板一边 成交 就是这个女孩 他就是可颂叔叔家的那个小女儿 这个孩子 从小就是认为自己比可颂高一头 也不知道他哪儿来的自信 通知一声就完了嘛 怎么还挑上事呢 是我哥问的 立方直接进击 半决赛同场的两位选手将进行 用同一种食材 在限定的两个小时之内 来进行比拼 进行的发挥 烹饪三道不同的菜肴 提交给评委来打分 分数高的一方胜出 第一场半决赛 我们迎来的是林家姐妹 翔龙公主 林可颂 对决 江南四处美人 林小雨 有请 好 两位选手已经就位完毕 那在比赛开始之前 想问一下他们 有没有什么挑战宣言啊 先问一下林小雨 我想说 我会送给大家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 我确实是火药味十足 那林可颂 你想好怎么来应对 没有什么应对方法 做好自己想做的就行了 看来两位的打法非常不同啊 那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请两位到操作台准备 半球赛的主题是山水 我们一起看大屏幕 你看见了吗 你看见小雨看可颂那眼神了吗 就跟个仇人一样 太说不起了 像你们老林家的人 怎么又扯上我们老林家的人呢 怎么我们老林家就说不起了 你那个宝贝弟弟 以前的电话 微信可擒着呢 现在呢 没动静了吧 还怪我输了 你也得理解一下人家小枫 对吗 一个人带着小雨容易吗 又当爹又当妈 身体还不好 我跟你说啊 如果可颂要是输了 那就不说了 如果万一真赢了 你可不许在人面前 显得太高兴了 不凭什么呀 谁教育孩子那么容易啊 如果我们家可颂赢了啊 我第一时间就给他打电话 真行 第一场 我们准备的是 长江三仙之一的石鱼 夏天了 石鱼会回游到长江 为了产暖 林下积累了厚厚的脂肪 所以夏天是石鱼最肥美的季节 那这场比赛 我们就比这种 来自水中的鲜美 记住了 那么石鱼呢 作为主裁 两个小时三道菜 现在我宣布 比赛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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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做什么 我做什么 这就是他说的你呀 这不是你的主意啊 不是 老实说 我还真想不出这个办法 江 你要相信我 我已经不想这么做了 林小玉仗着此几经验丰富 说意更纯熟 想在每道菜上压过林可松 不给他任何机会 这个办法确实太狠了 江 你输定了 你不觉得林小玉过度亢奋吗 过度亢奋确实会导致食物 但是你再试水准 在做同样的菜品情况下 顺国林可松处处有意 毕竟你的林可松做不出来 高难度的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看完 这林小宇的战术 我倒是看得很清楚了 她准备了和林可颂 同样的菜品 而且她的步骤 都是跟着林可颂来的 我想问一下 我们大赛主席托马斯 比赛与是这样吗 其实这并不 违反我们大赛的规则 两个人就算 做出同一款菜色 但是我相信 在味道上也是有区别的 这甚至会更考验 选手的水平 不过 我还是希望选手们 可以在赛场上奉献出 更丰富 更多不同的菜品 因为如果只是为了 比赛而比赛 那味道太过发胃了 同时 也欠缺一些专业精神 我希望选手们 姜 可以发挥出自己正常的水平 我是不是 该准备一下 更多精彩的赛色 谢谢 姜 你今天怎么那么奇怪 一直盯着电视 不舍得把眼睛弄来 是不是怕以后 也看不到你的小公主 是啊 怕以后见不到他 怕以后见不到他 是不是 怕输比赛就会离开你啊 我只是个小公主 看见不到他 我可以买到他 在那里 我后过来 嫁不到你 大概是 儿子 身材 死人的 他 其他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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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